战狼驴驴眼砸 习近平恼羞成怒 刘鹤罕见 频繁露脸 美国却绝苦不提仪式 纽约时报爆料 川普8月复位总统 护国神山发威 台积电3纳米芯片2022量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强国战狼改头换面要披上羊皮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新对他的海外系统专门发表讲话 要求战狼们好好把握好语调 谦逊谦和 讲究策略和艺术 提升中共话语说服力 分析人士指出 习近平显然对大外宣系统工作不利 外交官搞不好外交 不但没给中共增分 反而予以惹祸 感到不满 法广报道 中共自2009年启动大外宣计划后 在全球形成一个庞大外宣体系 每年巨估耗费上百亿美元 但就连被视为大外宣体系的多维也评论说 与高昂投入极不成比一的是 中共外宣的产出实在尴尬 常年饱受诟病 别说在国际上为中共崛起提供舆论助力 但是增进和改善海外社会对中共的认知都不尽人意 报道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集体学习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 显然意识到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很成问题 从习的要求来看 似乎一方面指大外宣宣传不利 一方面对战狼风格带来的反面效果不满 他的这段话很有针对性 要注重把握好基调 既开放自信 也谦逊谦和 努力塑造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共形象 简直是有点耳提面命了 文章写道 如果习近平认为 中共的国际话语权与北京还不太匹配 与他派出的战狼们干系重大 仅举几个例子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要戳下五眼联盟 驻法大使发推指批评中共的一位法国学者邦达兹是小流氓 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扬 在推特贴上特鲁多的照片 并称其为美国走狗 败家子 销官在国际上粗话信口而来 怎么能让中共的形象变好 曾驻北京的法国新观察周刊记者高杰发推评论 习近平向他的战狼外交官们吹响了哨子 别胡闹了 接下来 我们能否看见中共驻法大使馆向邦达兹道歉 此前 法国学者邦达兹因为批评北京 中共驻法使馆竟形容这位学者是小流氓 引起法国朝野震惊 尤其吃惊堂堂大国使节 竟能说出如此粗惠的败坏国家形象的语言 法国外长乐德里扬为此专门召见了中共驻法大使卢沙耶 不过分析认为 不能怪中共外交官频频上演战狼秀 说白了都是为了政治前途 还不是表演给习近平看 搞不好 谁骂得凶 言得好 谁就能升官封赏 不过从习近平最新讲话看 中共大外宣系统可能表演得太过火了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6月2日 与美国财长耶伦视相对话 在总体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的同时 寻求稳定和推进两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 外界总结发现 自从刘鹤的中美经济特使一决 或被胡春华取代的消息传出后 刘鹤突然大幅增加公开露面的次数 与他之前的低调形成鲜明对照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财政部一日晚发表的一份新闻稿中说 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共副总理刘鹤 举行了首次视频会议 耶伦坦率地谈到了美国关切的议题 并期待未来继续与刘鹤副总理会谈 官媒新华社则在北京时间2日早上报道 当天上午 作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与美国财长耶伦举行了视频通话 称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就宏观经济形势 多边和双边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 新华社的报道没有提到会谈涉及美方关切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没有提到刘鹤 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上星期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刘鹤通话 开启了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美中高层经贸官员之间的首次通话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在会后的新闻稿中 也没有提到刘鹤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此外 今年头四个月 作为习近平左膀右臂的刘鹤 除了随习到贵州 福建等地视察三次外 建筑公开报道的活动 屈指可数 仅约七次 然而5月13日 又有媒体传言他将被胡春华取代后 刘鹤的公开活动突然频密起来 港媒《明报》分析指出 刘鹤明年满70岁 如无意外因会退休 但临退前凭地起风波 令他不得不频频露面 以做澄清 不过时评人士李燕鸣认为 刘鹤未必在中共二十大期间退休 而这场在二十大前围绕刘鹤与胡春华发生的暗斗背后 是中共高层人士博弈 按中共七上八下潜规则 原本将退休的69岁刘鹤竟然成了焦点人物 并同传言中的接班人选胡春华打擂台 这反衬刘鹤角色吃重 胡春华处境尴尬 未来 胡刘二人的仕途起伏 有赖二十大高层人士大战各派博杀与妥协结果 刘鹤的去留更折射习近平人士主导权究竟有多大 据美媒《华盛顿时报》报道 前总统川普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新的共和党议程 与此同时 纽约时报的记者一日突然爆料 称川普曾向自己人表示将在八月获得复位 据报道 纽时华府特派记者哈勃曼 一日通过推特引述CNN当天发布的一条新闻时 随后写道 川普一直告诉许多跟他有联络的人 他预期自己将在八月复位 接着哈勃曼写道 不 那不是讲怎么运作 只是简单分享讯息 哈勃曼还补充写道 这个消息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就发生在川普可能面临曼哈顿警方起诉 但川普不仅只为此发布关于部分周郡选票审计的声明 而是他一直在专注于此事 当一位网友提问 副位总统吗 哈勃曼回答称 就是那个 川普预计6月开始复出各州与举办造势大会 华盛顿观察家报首席政治特派记者约克认为 如果川普真公开讨论他会复位总统 将可能增加表明共和党方面已经准备好继续前进 同时又报道称 前总统川普一直在与美国会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和其他共和党名人会面 为接下来的两个选举周期制定新的共和党议程 金里奇告诉华盛顿时报 川普认为上次选举没有准确进行是有道理的 他的一些愤怒是合理的 但这是一个向前看的国家 就他想要在共和党中保持主导地位而言 我认为他最终必须从2020年转向2024年 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川普一日再次对拜登的一系列政策进行了批评 通货膨胀 边境危机 被遗忘的美国军队 中东战争都是拜登错误的结果 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摧毁 小心 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川普当天还回应了有关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万斯召集大陪审团调查他和他的公司的报道 川普表示 纽约市和纽约州正经历历史上最高的犯罪率 他们不去追捕元凶等 而是追捕川普 这纯粹是政治性的 是对在总统选举中支持我的近7500万选民的侮辱 而且这是由高度党派的民主党检察官推动的 全球芯片巨头台积电在6月1日举行2021线上技术论坛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透露 作为全球最领先的技术 3纳米新进制程最快明年第三季就会量产 据报道 2021年台积电技术论坛 今年延续采用线上方式举行 揭示台积电新进制程 3D封装与芯片堆叠科技最新成果 更是产业重要指标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透露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数位化将持续进行 台积电高层对营运充满信心 台积电4纳米技术开发顺利 今年第三季失产 而次世代制程3纳米 每年下半年量产 届时将成为全球最领先科技 台积电也在会上展示了 支援次世代5G手机传输 WiFi 6的新进射频技术 以及满足车用运算的5纳米解决方案 魏哲家还表示 数位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社会 以科技克服疫情带来的隔阂 也让芯片产业充满机会 另据报道 全球芯片短缺带来芯片荒 汽车生产中断 美国商务部提议拨款521美元 用来强化美国境内芯片制造 预计新建6-7座芯片厂 台积电也透露 美国亚利桑那州将斥资 121美元5纳米芯片厂 已经在新建中 预计2024年开始量产 台积电也秀出 美国厂面积广达1100英亩 超过台积台湾厂区面积总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